疯狂撞击 红色脚车为何突然逆下行驶 撞到了后 我们就翻一下这个狗里面去了 悄无声息 第四位乘车人又为何神秘消失 这位叫板杉 他是强行跑出来了 行为诡异 肇事司机又为何对他人拳脚向架 他就去抱来跟那个女人 男朋友都推了一下那当时 是疲劳驾驶 酒驾还是另有隐情 今天收看本期平安365 生死时速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 柳州市的贵中大道 有文华路的交叉路口 2015年1月18号早上的8点30分左右 就在离这个路口的复远处 是发生了一起匪夷所思的交通事故 一辆小型车辆 把一辆大客车给撞了 而在事故发生之后 小型客车上的一名女乘客 是突然消失了 事故发生在 光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209国道石碑坪 往柳城方向2000米处 接到报警后 当地交警立即赶到事发现场 赶到事故现场以后 发现了路面上来是一片狼藉 有很多被撞的碎片 车辆的碎片撒了一地 是看到了一辆红色的本田轿车 横在马路中间 还有一辆大客车 是侧翻到这个车道 一个沟里面 通过事故现场拍摄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红色小轿车车头部分 损毁十分严重 整个车体也因为撞击而严重变形 在红色轿车后方不远处 绿色的大客车停在道路一侧的绿化带上 车轮陷在了排水区中 车身严重倾斜 客车前打风玻璃完全破碎 车头左侧部分损毁较为严重 由于事故的发生 事故路段附近的道路交通十分优独 客车上的一些乘客 和事发路段附近的群众 都目睹了事故发生的瞬间 我坐在车上 不知道怎么了 他就是突然访问 这边打了一手方向 开到我们这个车道内了 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很害怕 撞到了后 我们就翻下这个口里面去了 他一直蹦了一声 两个车就往里扰出来去 当时我也是从窗口爬出来的 我受了点心伤 事故发生后 大客车内的乘客 都陆续从窗口爬出车外 所幸只有几名乘客受轻伤 而红色轿车内的男性驾驶人 以及两名乘客 看上去表情十分痛苦 似乎受伤严重 地面上有一个受伤的人群 是这个小轿车 当时车撞的时候被甩出来的 转到路边上了 红色的轿车里面呢 驾驶员当时在 卡在这个驾驶室的位置 当时情况比较危机 由于事故的发生 红色轿车驾驶室内 已经严重变形 司机卡在驾驶室内动弹波动 最令人担忧的是 事故造成 他的头部和腿部血流不止 随后赶来的消防人员 立即对红色轿车进行破拆 经过二十多分钟的研究 救援人员终于将轿车门打开 并将已经昏迷的司机抬出了车外 随后救援人员立即将他 送到附近的医院进行紧急救治 这个病人刚来的时候 他已经处在休克状态 左侧的血气胸 呼吸比较困难 急促 还有右侧的肋骨 第二到第八肋骨骨折 左侧的前臂双骨折 左侧膝盖的皮肤软肚子挫折 还有头皮的刺脱伤 经过我们遇事引流以后 身边咱们比较平稳 夫妻也比较平稳 与此同时 轿车上的另外两名受伤的乘客 也被送往医院救治 两人的伤势并无大碍 那么这起交通事故 是如何发生的呢 警方对事发现场周围的目击群众 进行调查走访 据一些目击者同意 事故发生时 红色轿车上一共有四个人 但是在现场却只有三名伤者 这第四名乘客去哪了呢 与此同时 警方从客车司机口中了解到 事故发生的全过程 当时是早上八点半左右 到那个二零九国道 有一个小的拐弯 我一看见 对方就是有一辆小车过来 是红色的 走近的时候四五十米左右 但是突然闻过 这个车道拐不来 当时我还以为是打手机 也在路上经常奉陷这种东西的 我就打个方向 让它 我看到还是直中过来 我就踩一只傻车 一踩下去就撞上了 面对突然逆向形势的红色轿车 客车司机躲闪不及 两车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从现场散落的红色轿车前保险缸上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辆重庆牌照的轿车 难道是轿车司机疲劳驾驶 面对重重疑问 当地交警也对红色轿车上的 两名乘客进行了询问 但两人一直闪烁其词 正在这时 负责走访目击群众的交警 有了重大发现 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 旁边的那个围观者 有人说 车上还有个女的 跑到村里面去了 躲起来了 警方在赶到事发现场时 发现车上只有三名受伤的男性乘客 然而目击群众却声称 红色轿车车里还坐着一位女性乘客 在事故发生之后 她却匆匆忙忙地 跑向了事发路段附近的村子里 这个消息让警方着实意拜 目击者说是 把这女的她是被拐骗 到村里面躲起来了 与此同时 事发地点附近的派出所民警 也接到了村民的报警 声称有一位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子 跑到了她的家中求助 当时那个少女报警 跟群众说是还绑架了 当时我们去到现场的时候 问她的情况 她也说不清楚 一开始她又说是 被朋友是 牵过来去广东搞全销 后面再问她 她又说是被人家绑架 她是强行跑出来了 这种情况的话 后面我们把她带回所里面来 突然出现了年轻女子 让这起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 变得愈发复杂 真相是否真的如同年轻女子所说 她是被人绑架了呢 此时在医院守候的民警 拿到了肇事司机的血样检测结果 排除了她酒驾的可能 而在事故现场进行调查的交警 却有了重大发现 其中一名在事故中 被甩出车外的伤者 她的一个异常举动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当时这个上者表现得很奇怪 他倒在地上已经动不了了 但是他坚持说他车上有个包 他要把这个包带在身上 我们问他这个包里面有什么贵重物品 他也不说 后来我们就通过他做的这个包 检查了里面的物品 发现有这个身份证 还有一些装有可疑物品的小瓶子 一个没有任何贵重物品的包 受伤男子却坚持要带在身上 这让警方感到这里一定有问题 同时在派出所里 那个声称自己被劫持的年轻女子 她的异常举动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整个事故的真相 也渐渐浮出了水面 带回来之后呢 问他他发现就是这个女的 他讲话语文人次 要是精神比较紧张 看起来就是有点那种异常 跟政策都是有很大区别 看起来就像是吸毒的 后面我们当场我们在所里面 得来进行那个料液检测 一检测了发现他近期是吸油了冰毒 在事故现场 交警对肇事车辆进行了搜查 发现了用于吸食冰毒的检疫工序 随后民警对车上的三名受伤男子 进行了尿液检测 结果显示 三人的冰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事后在民警的耐心劝说下 在车祸中突然消失的年轻女子易丹 也向警方讲述了事情的原委 发现了吸食毒品的行为之后他在跟我们讲实话了 他的时候他是跟朋友来这边玩 他就在那边发生车祸 他三个朋友受了比较重的伤 都是昏迷在车上了 走不了 他是受了轻伤 因为吸毒了 怕焦点处那边处理事故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行为 他不敢留在现在 他是跑去村里面求助 至此事故发生的原因终于水落石出 在本起事故中 赵氏司机孙总在吸食冰毒后 无证驾驶机动车靠道路左侧通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是引发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 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事后这四个人被移交到相关部门 继续就吸毒问题进行处理 触目惊心 谁才是一起起车毁人亡事故的罪魁祸首 鬼使神差 年轻男子封边背后 暗藏怎样的真相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生死实足 对于本起事故来说 赵氏司机孙总是幸运的 但是独驾这一危险的驾驶行为 却会给道路交通安全 造成严重的威胁 2015年5月23日下午18市区 在广东省茂名市 一辆小轿车在闯轰灯后 连撞四辆摩托车 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三人受伤 事后警方在小轿车内搜出毒品 毒驾是造成这起车毁人亡事物的根本原因 2014年10月14日 在四川省成眠高速公路 谋收退产附近 肇指司机驻某吸毒后产生幻觉 无重驾驶违造号牌机动车逆下行驶 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发生疯状 造成被撞车辆上的四名乘客 两死两伤 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北阙路 与前峰路路口 2015年4月25日 晚上21时13分区 一位身穿黑白相见外套的年轻男子 骑着一辆摩托车 出现在画面的左侧 只见他右转后 摇摇晃晃的直奔一辆 等待红灯的橙色小车车而去 并一头撞在了轿车车头左侧 由于摩托车车速并不快 年轻男子亮亮呛呛地停在了轿车的旁边 这看似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但接下来蹊跷的一幕上演了 这名年轻男子 先是和轿车司机坐着抱歉的手势 但是整个人的精神却非常恍惚 行为举止也异常怪异 看到情况不对 轿车司机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就在等待交警赶来的间隙 年轻男子的又一癫狂举动 着实吓坏了轿车司机 他后来那种行为 站起来就开始追我了 他开始想抓我 后来我看见他的那个拖液很长 有点手无足道的时候 我看见他不受控了 手上的动作 好像做那种 那种有什么武功这样 年轻男子的种种怪异行为 让这对夫妻不知所措 于是两人赶紧离开了事发现场 没想到这名年轻男子 仍然紧紧跟着他们 并将骚扰目标 转移到了其他路人身上 后来我来就 走到那个 刘百照相馆的人行道 他也跟着去 看见有一个路人 正在那烧烤摊的时候 他就去抱了一个女人 他那女的男朋友 都把那女的扯过来 就推了一下那当事人 我看见他 那种行为已经很反常了 我突然想起 旁边有个派出所 我都跑到派出所去叫警察 这名年轻男子在肇事后 先是如醉酒般行为怪异 后来又对被撞轿车的司机 纠缠不已 甚至全脚相夹 而在看见路旁的陌生女性后 又上前骚扰 她的种种举动 是何原因造成的呢 文俊赶来的附近派出所的民警 给出了答案 我及时出警赶到现场以后 就发现他是一名之前多次被我处理过的吸毒人员 接到现场以后 发现他精神恍惚 神志不清 我们就怀疑他吸食毒品 将廖某带回所进行进一步检查 以后发现他涉嫌吸食毒品 这名年轻男子叫廖义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 今年23岁 警方抓到他吸食毒品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3月份的时候就被我处理过 我们当时给他下了社区戒毒 在短短的两个月内 他竟两次因为吸毒被抓 而且这一次 他还因为毒驾引发了交通事故 对于年轻的廖义来说 他不仅要承担经济上的赔偿 还要被移送至戒毒所 强制戒毒两年 在戒毒所里 我们看到了已经戒毒半个月的廖义 并与他谈起来那天的情形 当时的事情 我开了家车时 心情不好 一直就出去上网 然后就碰到了朋友 然后就玩了一点 然后就不知不觉 就进了派出所 就是整个人 到了派出所 也要整个人醒过来的时候 才知道 据廖义回忆 他第一次吸毒是在一家酒吧 当时他满以为稀释少量的毒品 并不会上瘾 但是几次犯险之后 他终究无法抵挡毒瘾 会影响到胃 就像存在一种义物在里面 排不出去的 胃就会疼 大家现在已经意识到 跟别人不同 多败了一个罪名 就是让别人想不起那种感觉 以后出去不玩了 绝对不玩了 先和我教一点 就是这样 毒品不仅会对人的身体和精神 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在道路交通环境中 毒架叫其他的交通违法行为 其危害性往往更大 因为他吸食了毒品以后 对他的神经会产生刺激 就显得更加狂躁 更加暴躁一点 不可控制自己的行为 会甩衣服 大喊大叫 对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 往往都是不知所云 所以说毒架 对神经的麻醉作用 可能会更大一点 为了遏制和预防毒架 这一危险驾驶行为 柳州交警采取了很多相关措施 近期柳州发生的 几起重大事故 都是因为跟毒架有关 我们就加强了这方面的诊治 我们车官所 跟柳州市公安局的信息部门 以及禁毒部门 定期交换 有吸毒行为驾驶人的数据 和大中型客户运 以及微型化学品 还有校车 以及输租车 等等这些运输企业 那么建立起联系 实时的比对 它的驾驶员 一旦发现 有这种吸毒行为的 要立即建议 这个企业要停止它的运营 在之前 我们焦景 对毒架的检验 相对来说是比较麻烦 之后我们开发了 这个通膜测试仪之后 对它的检验 比较快速 而且很精确的 就可以判断它 是否有毒架了 这个行为 据当地交管部门统计 2015年1月至5月 柳州市交警 针对毒架 进行了集中整治 共查处了四起毒架 这一危险驾驶行为 吸毒后驾驶机动车 不仅仅会使 应急反应的速度变慢 而且呢 在幻听幻觉 等等不真实的情境下 极易造成恶性的交通事故 所以呢 还是要老生常常的 跟大家说一句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远离毒架 这次发生在贵州省 碧杰市的一级交通事故 2014年3月6日 时期时序 罗某驾驶贵FQ 2041号小交车 行经碧海大道路段时 在必然由聂锐驶驶驶驶的 贵FW6861号摩托车过程中 与其发生激烈碰撞 事故造成摩托车驾驶人 及乘车人当场死亡 两车不同程度受损 仔细观察我们发现 小轿车在行经由斑马线的路口时 未减速慢行 而摩托车在横传路口时 也速度极快 在本起事故中 双方负同等责任 平安365提醒您 车辆行驶至岔路口时 要注意观察路况 确保安全后 再减速慢行通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